WWDC2023推出了M2版的MacBook Air 15 今次會跟大家分析一下這部MacBook Air 15 比較一下它跟MacBook Air 13 還有MacBook Pro 14吋的分別 再和你分析一下購買時需要注意的地方 MacBook Air 15 只是一部大螢幕版的MacBook Air 比起13吋電腦的螢幕大約30% 就算和14吋的MacBook Pro相比 其實它也大了10% 雖然以它的用料 它這部機器就不算輕 都有1.51KG 但它只是厚MacBook Air 13吋多一點 而它是薄過14吋的MacBook Pro 一部15吋的機器這麼薄其實也挺誇張的 至於它的喇叭比起13吋的MacBook Air也有升級 本身MacBook Air 13吋是用4喇叭的設計 而MacBook Air 15是連低音喇叭有6個喇叭 預計它的音效應該也挺不錯 幾樣東西大家覺得可能未必這麼開心的地方 就是它只會推出M2版 而沒有M2 Pro版的MacBook Air 15 而它也是沒有風扇的設計 還有它的電量和MacBook Air 13 都是大約18小時左右 不過我自己覺得它要出這麼大的螢幕 但是要保持到它這麼薄 效能、散熱和電量其實要求不了很多 我覺得始終以MacBook Air的使用族群 真的用來做文書居多 普通大學生用來上課做功課 簡單收拾一下照片會用的機器 都不會預計它推得很盡 如果你打算買MacBook Air 15的話 就小心點以下兩點 第一 預計MacBook Air 15的機配 256GB版本的SSD速度和MacBook Air 13 都是一樣是慢過512GB是一倍的 所以以機配版來講 你真的要做好基本的東西才入手 不是的話它的SSD速度會拖慢整部機 第二要注意的是 MacBook Air 15的充電器可以選70W版本 或者是35W Dual USB-C Port的Power Adapter 而你可以免費轉的 你買的時候要看一看你自己需要充電 充電得快點 還是多個Port給你搏其他東西用 我自己就會選70W火牛 因為多個小Watt數的火牛 其實已經是整個屋都是 我寧願要一個大Watt數 到我真的需要用的時候 我可以用 平時一般的時候 我還沒隨便插過來充電 那你可能會問 MacBook Air 15和MacBook Pro 14吋差點什麼 又應該怎樣選好呢 首先看看分別 晶片MacBook Air是用M2 而MacBook Pro 14吋是用M2 Pro 處理器效能會好40% 加上因為MacBook Pro是有風扇的 所以是長時間在比較高需求的工作裡面的表現會比較好 他們的螢幕都有不同 MacBook Pro用的是Mini LED螢幕 最高亮度可以去到1000nits 風值去到1600nits 也都支援HDR 而MacBook Air 15是LCD螢幕 亮度都只是500nits 而螢幕刷新率都有不同 MacBook Pro 14吋是120Hz 而MacBook Air 15都是60Hz 他們給的插孔都會有點不同 MacBook Pro 14吋會多多一個Thunderbolt 4 port之外 還會有多一個HDMI port 還有SD卡卡槽 對於一些用戶如果需要搏兩個外層螢幕的話 都只可以在MacBook Pro上去做 因為MacBook Air只可以支援到一個外層螢幕 這幾樣不同的東西加起來 令到MacBook Pro 14和MacBook Air 15機配版 價差到幾千元 至於哪一部適合你呢 我覺得你如果真的打算拿一部機來剪片 玩AutoCAD Sketch Up 執照做設計等等 這些比較上高需求的工作 大吃小小的工作 又或者你比較追求更加好 更加光 更加高對比 或者是更加Smooth的螢幕體驗的話 MacBook Pro 14吋會更加適合你 但如果你真的學生 又嫌13吋螢幕不夠大 MacBook Air 15就是值得考慮的好選擇 你覺得他推出的這部MacBook Air 15吋的定位怎樣呢 歡迎留言說一下 喜歡我的影片就記得按下訂閱 按下旁邊的小鈴鐺 有新片的時候你就會馬上收到通知 我是Wallac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